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2013年6月8日 我向上帝求了一个婚姻的异象 那起初上帝给我一个婚姻的异象 我并不知道上帝要如何来带领我 那在后来的参加几次的 单身交友联谊的活动的时候 虽然说并没有配对成功 却也建造了我在交往 还有婚姻前后的一个价值观和真理 那在这样子的当中 其实到后来 2015年我第一次和又云有一些简单的互动 那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又再次的相遇 那接着我们在参加2017年底的 幸福你我他的时候 那我开始等到上帝对我的异象的回应 那我也开始顺着圣灵的带领 然后就开始跟又云有多一点的互动 那后来也在那次活动里面 就是顺利的配对成功 2017年底我们也开始进入和 牧师开始约谈 那开始进入到40天祷告 那这个祷告里面 就为了要寻求神在我们的中间 那也在1月今年的1月21号开始正式的交往 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们还在熟悉彼此 那后来再发现说原来我们年纪相当 所以在后来的一些的讨论的话题里面 发现说我们在过往的可能看的卡通 甚至是节目 还有当时的流行音乐 都是很雷同 所以我们就有更多的话题可以来聊 交往几个月之后 我们进入到固定交友课程 那也是更了解说对方到底适不适合我们 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对方 那后来接着我们又进入到了婚服的课程 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 有很多的一些议题的讨论 例如说像是原生家庭 甚至还有彼此沟通的问题 等等的一个议题的讨论 都让我们更了解说 我们可能在婚后会遇到哪一些的问题 我们在这样的课程里面 让我们在真理中建造彼此 也让我们了解如何沟通 以及接纳对方的一切 因为老实说在交往的时候 我们要用放大镜来看彼此 那在婚后呢 我们就闭上眼睛好好的来享受 那我也在今年的10月28号求婚成功了 以期待我们的感情婚姻 可以成为众多人的见证 那上完婚服课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 婚礼是一时的 可是我们往往都会 一直在想说婚礼要怎么筹办 那可是婚姻是一辈子的 那课程中有提到说两人应该合而为一 那这也让我们有这个安排 每一天的这个惊心时刻 那就是每一天的晚上的晚餐 就是也是我们最期待的 那透过这个时刻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讨论 生活中或是工作上的这个酸甜苦辣 那总之这堂课不只带给我们 可能是理论上的一些 那更藉由实务上 不管是老师或是一些同学间讨论 那直往间来看过去的 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未来我们可以怎么变得更好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学习 让我们婚姻中更踏实 不会再惧怕婚姻了 在上课的过程中 我们才知道 原来我们还有很多生活背景 家庭的习惯啊 原来还有很多地方不一样 在透过这样部团的小组的一个讨论以后 才知道原来我们还有很多要就是磨合的地方 在这个课程中 其实真的很感谢老师们的一个带领 那也不断的告诉家长说 你可以尝试去参加小组啊 或者是参加主日 那其实这个过程中也很不容易 就是刚好那个时候在举办幸福小组 那老师就鼓励他你可以去试一次 你试一次如果觉得不好 不好玩的话 你再跟我说 结果他去上课以后 隔一周我们刚好是婚夫班的最后一天 老师问他说 你觉得小组好玩吗 结果没想到他说 诶不错啊 然后从此以后 他就一直不断的固定小组活动 过了三个月 祷告 没想到 家长终于愿意说他要受洗了 然后我们都很为他感动 就是说原来你 就是家长有这个心 其实他在工作上面 就是有获得上帝很多的帮助 而且也让他知道说 因为他在这工作上面 有这么大的一个价值 然后也获得同事的肯定 透过婚夫班 很感谢上帝让 将荣愿意受洗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在今年的9月22号 用借由教会的那个仪式 我们已经附入了婚姻 那很感谢上帝这一切的安排 将荣耀全部归于上帝 再加上帝 你给你帮助 最后一切的时间 谢谢 这是